欢迎回来 冰岛西南部雷克亚内斯半岛的一个火山 星期四爆发 炽热的熔岩从地面喷出 烟雾直冲天际 写下自去年12月以来第六次爆发的记录 这一轮喷发的位置在西林加费尔山以东的松兹努克火山口 部分排口和雷克亚内斯半岛 其他近期喷发的火山口重叠 这个火山系统没有中央火山口 而是通过地面上的裂缝喷发 负责监测火山活动的冰岛气象局发声明指出 火山喷发形成的裂缝总长度大约3.9公里 在大约40分钟内延伸了1.5公里 火山沿江汹涌而出的震撼画面 从附近大道都清晰可见 目击者从雷克亚维克和凯夫拉维克之间的主要道路拍摄视频 显示炽热的熔岩喷涌而出 冰岛民防局同时发布高空拍摄的画面 熔岩和烟雾从火山裂缝喷出 火光照亮了夜空 科学家警告 雷克亚内斯半岛的火山 在未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内 可能都会反复喷发 不过由于当地火山一般上是属于裂隙喷发 通常不会引发大爆炸或大量火山推 扩散至平流层 因此不会扰乱空中交通 周岛的主要看 吴宽子 随著ери瞬間 那 Caucasian